大家還記得嗎 過去林佳龍曾經影射陳時中說他的仇恨值高 也埋下了爭議 那麼現在國民黨青年部的前副主任陳委員 他也認為說確實喔 陳時中的目的就是要炒鉤仇恨值 為什麼呢 因為如此一來就能夠讓綠營的支持者歸隊 所以他認為這是有目的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團隊 那麼同時我們可以看到這位是陳時中 靜總發言人林楚音 他說呢這個藍白都希望從疫情的角度 去把這個陳時中的信任度拉低 但是他認為年底要選的是 台北市長不是防疫指揮官 大晴哥 的確喔 就是說當然很多人認為 陳時中現在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先凝聚民進黨自己的基本盤 但是其實他並不了解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在這幾年的選舉 其實不管是發生在國民黨 或者是發生在民進黨 都有共同的現象 就是基本盤已經在大幅的萎縮了 到底還有多少人是基本盤 我想采威要選舉 采威應該最有這種感觸 就是國民黨到底還剩多少基本盤 那同樣的民進黨還剩多少基本盤 其實現在最主要的選民 已經不是基本盤了 基本盤可能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支持度 但是你要當選靠基本盤是不夠的 你要當選可能要靠年輕世代 靠中間選民的支持 你才能夠當選 但是如果今天民進黨打算要用 提高仇恨值的方式來加強這個 陳時中基本盤的凝聚 向心力的時候 他某種程度他就把中間選民 跟年輕世代往外推了 其實這是現在民進黨面臨 在台北市面臨到最大的一個考驗 就是陳時中不能夠變成第三 陳時中只要變成第三 陳時中一定背棄 就對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說 他的所謂的什麼基本盤 就是能夠被仇恨值動員的人 他就算是支持陳時中 但是當他看到陳時中排到第三的時候 他心中的那個仇恨值 馬上就是對蔣萬安的仇恨 他無論如何不要讓蔣萬安當選 於是他寧願把票投給黃三三 因此在這場選戰的過程當中 陳時中首要之物 他至少要排在第二 就不要排到第三 他排到第二的時候 那當然這三人禁足的一個局面 就會有另外一個選票的 這個流動的過程 所以他陳時中如果排在第二 那當然黃三三就有可能被棄 因為支持黃三三的潛藍 或者中間選民 為了避免讓民進黨當選 也為了對陳時中有不滿 有這個憤怒 不希望讓陳時中能夠當選台北市長 他們當然就只好放棄了黃三三 最後選擇蔣萬安 所以在這場選戰過程當中 陳時中現在最重要的任務是 他必須變成第二名 可是如果照今天民進黨 現在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我必須講清楚的是 民進黨的操盤手要認清一點 陳時中今天能不能夠變成第二名 陳時中今天能不能夠有勝率 跟他背後到底有多少人服選 一點關係也沒有 關鍵在於是你能不能夠把他 綁在陳時中身上的炸彈給拆掉 那個炸彈是什麼 那個炸彈就是陳時中在這 過去兩年多的防疫過程當中 無能百爛 那就是過去這兩年多 台灣人民所共同承受的苦痛 所以除非今天民進黨 能夠有一個什麼天大的好方法 把這樣的一個炸彈給拆除掉 否則他背後不管找多少人來幫他服選 他又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動員 台北市森綠選民的這個支持凝聚力 恐怕都沒有辦法讓陳時中排到第二 也就是說陳時中最終就極有可能 成為另外一個姚丸之被棄掉了 是我們可以看到就像那清哥講的 那王仁謙醫師也認為說 這個疫情大概跟3加11有關嘛 現在這個疫情的狀況 所以呢 只是指揮中心不願意承認簡易錯誤 所以到現在說要負責那負了什麼責呢 那同時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競選團隊 哇 看似好像很強 時事評論朱凱翔就說 民進黨史上最強的市長競選團隊 他只服2018年陳其邁 當時有10位立委10位總幹事 但是呢他說其實他漏掉在這一次 原來是還有林昌佐和志偉 所以現在已經是時長是2.0了 董哥我們可以看 所以民進黨每次這個端出來競選團隊 都是蠻強的是不是 沒有 其實也沒有很強啦 民進黨他 他們最主要就是他們認為自己有 百分之35的基本盤嘛 這是民國91年 李應援跟馬昂九選舉 他們撤出來的 那如果再往前一點 大家就可以拿多一點點 重一點選票的話 在撒嘎都他們就會贏嘛 譬如說陳水扁83年會選贏 拿了41 因為藍金有兩組嘛 趙少康跟黃大哥 所以他們想的其實都是這樣 包括林家龍死命要在台北市選 不計新北想法一樣 因為他認為黃珊珊有這影響力 可是他們都錯了 因為這些人已經變化很大 就是說每次選舉都會有氣保了 因為選民不想把自己的票浪費掉 是 跟過去已經不一樣 已經不一樣 以前沒經驗嘛 那是第一次的台北市長選舉啊 那現在情況其實不是 那為什麼蔡英文要提拔陳志忠 因為陳志忠他在黨內的派系不明顯 年紀又那麼大 他當選台北市長對別人沒有威脅 很多人當過台北市長就想選總統啊 每一個都在想對不對 在想下一步 對 而且幾乎當過總統 那台北市長當總統的人一大堆啊 李登輝 馬昂九 陳水扁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這是一個重要位置 會影響到我們未來的派系 那陳志忠不會嘛 那我覺得說他他所有他部署的這些人 就是他的競選團隊這些 只是把所有該納的都納入 並沒有說很強 或在地方上經營什麼 都是很地方型的 那陳志忠他仰仗就是說 我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我霸占下午良天黨 我是全台灣最最厲害的網紅 而且演了很久 演了很久 強迫大家看 是 然後像我自己也有電台在那個 我電台每天也要被他強迫 放他們專用疫情指揮中心的那個 他們不負一毛錢的廣告會 強迫置入 強迫置入 因為反正我最大嘛 我是我在防疫嘛 就這樣 那每天看這些看了就噁心你知道嗎 因為你講那些東西都言不及義 所以你看他整個競選團隊 這些其實大家都是被迫就是好玩 但是你去刮個名吧 討蔡總統翻新嘛 那如果陳志忠真的選上的話 這些人都有功勞 管必贏 功勞很大 他不溫期 下一屆一定要繼續提名他 他其實忐忑不安 憑什麼你們永元會有那麼多不溫期 林楚音也是 你也是 還有一個在當內政部長了 對不對 內政部長選內服人口選不上 結果還有內政部長可以當 這對人家來講 你們永元會比較強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都要想說借這個時候 討總統翻新 立點戰功 那我們知道 蔡英文等任期到2024 2024之前 大概2023年底 就要把不溫期的都已經訂好了 所以蔡英文是可以指定誰 是可以去左右誰來當不溫期 那這個就很重要啊 所以很多不溫期的就趕快 我們現在都來 吳毅琴 台北視頻有誰聽過 吳毅琴這上個字 除了我跑記者 我知道他是老人協會的 其他人大概沒有人知道 洪森漢最有名的就是 剛剛採揮所講的藻礁 那你講的那些 現在有沒有去保護藻礁 沒有嘛 所以每個人都有一筆帳 最莫名其妙是吳思堯 大家都不喜歡講他 我告訴你 吳思堯2016年要選 立法委員的時候 2014年 柯文哲已經當選台北市 柯文哲跟民進黨是合作的 那時候非常麻糬 前國民調聲亂最高 就是柯文哲 2014 2015 2016都是他 然後他就配合柯文哲 他說我要選立委 蔡英文要選總統 對不對 2016年嘛 我們三個人只要合作 那我們要把台北市政戰學校 把他拿一半來做社會住宅 這是最重要的政策 體現柯批 八連蓋五萬戶 還有蔡英文如果當選總統 八連蓋二十萬戶 2016年請問現在民國幾年 現在2022年 有任何規劃有什麼嗎 老實講我聽你在唬爛 六連就夠氣了 你們中央也是蔡英文三軍統帥 你也是地方 當了兩屆的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 你有任何規劃案嗎 這些人的話謙亂都不能聽 像我們這種老記者 我聽一聽大概就知道 你們這種就做不到 所以我當年就講說 不用在那邊鬼 不可能 對 他們還跟陪著柯文這兩個 去闖政戰學校 然後當然憲兵會黨 就是說我們為老百姓 怎麼樣 現在你們鬼滑螃嗎 三軍統帥就是蔡英文 請問在哪裡 所以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就知道這些人有荒唐 這罐頂級海皇SO醬 哇 不只鮑魚喔 它還有干貝石斑魚 獨家的配方 而且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它配飯配麵 甚至於陸菜都很合適 歡迎大家可以去我們的 快點購網站來看 裡面還有優惠的活動 好 謝謝 basically 到